周董的前女友和现任老婆 用一张同款彩虹罩登上新闻版面 中途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15号侯佩曾出席童装活动也做出回应啦 这个其实没关系啦 我觉得美图共享啊 就是网路上如果有心旷神仪赏心悦目的图片 大家都可以用啊 很好 超高EQ的回应直接先比个赞 只是今天的神力配短军 看来是要出犯大儿子的底线咯 她可能会介意说这边为什么露出来 然后脚为什么会露出来 但我觉得她必须要习惯这件事情 万一有一天她碰完你会觉得很失忆吗 可能会喔 所以还是appreciate 我都现在就说好好好妈妈换 但是我会问她说可是你觉得漂亮吗 她就说漂亮 说我不想让你脚露出来 她会叫我去穿袜子 然后她会叫我卸妆 然后叫我换睡衣 很怕我出去 其实大致上我小孩都还蛮喜欢我的搭配 不过因为哥哥现在六岁了 所以她偶尔会有她自己的想法 那她比较是那种运动型的小男生 偶尔我叫她穿衬衫的时候她就会抗拒 那但是最后我都会告诉她说 时尚这块你就听妈妈的吧 你这样子在男生肤色 不会有那个就很想生一个女儿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很想 我会很羡慕就是我会打扮好朋友的女儿 那我自己我就不会 我就已经是感恩现状 我的好朋友还跟我讲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没有生弟弟的时候 他们就说你的那个衣橱要挂女孩的衣服 挂的很诡异 于是是是小女孩的 när的